在看到立委何志偉 日前在臉書 PO出了忌品文說 如果查獲到假的三備券 他就要送出千份雞排 沒有想到雲林警方前幾天果真 這個偵破了衛造集團 何志偉也實現了自己的承諾 除了要在士林夜市發送千份雞排之外 今天他親自到雲林 加碼多送了兩百份的雞排 要感謝警方 還搞笑的說這一千兩百份雞排 發下去 中元節 真的要好好幫雞 普渡一下 助長大人 謝謝 助長比較大塊 為什麼你們對助長比較好 另外何志偉南下雲林虎尾分局 雞排大放送 讓元景笑呵呵 而之所以跑到雲林送雞排 因為何志偉曾在臉書貼出忌品文 寫著如果查獲假的三備券 就發送一千份雞排 結果前幾天 雲林警方真的破獲衛造三備券集團 何志偉這下可得說話算話 還加碼多送雲林警方兩百份 我們特別感謝我們雲林的警方 他們很努力讓3.7億的偽券沒有流入市面 那今年的普渡我想這些雞是無辜的 我們會好好 我會幫他念經的 對 會迴向給他 何志偉搞笑表示雞排何孤 7月中可要好好幫雞普渡一下 而當初是覺得偽造國畢可處十年刑期 應該沒人敢知法犯法 但沒想到嫌犯富貴險中求 偽造三配券最後被破獲 當新聞出來當下 何志偉半夜就接到不少跑債電話 我看到新聞其實是凌晨的時候 然後我電話就一直想一直想 然後那個我的支持說 欸 雞排 雞排 然後說 蛤 蛤 我在睡覺 然後我那天晚上睡覺 還有夢到我在吃雞排 何志偉除了送上兩百份雞排 感謝雲林警方 也將在士林夜市多發一千份雞排 兌現諾言民眾直呼賺道 謝謝方仲誠與您報到